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媳妇 要媳妇干嘛点灯 这段快职人口的北京童谣 也许能勾起许多人内心深处的童年记忆 旧时的北京城 几乎每个四合院门口 都会有一对或大或小 或精美或简朴的门堆 默默地守护着宅院 然而 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 这小小的门堆 不仅承载着关于童年的记忆 它还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寓意 甚至见证着北京城的发展变化 在城市飞速发展的今天 我们应该去哪里寻找那些 关于门堆的记忆呢 出生于1981年的刘洋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 从小就喜欢历史的他 如今是中国文物协会最年轻的会员 刘洋从小在四合院长大 门堆对他来说并不陌生 却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 直到200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 让他对这个从小司空见惯的物件 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因为这位年过花甲的日本老人 中国传统四合院门前 默默无闻的门堆 走进了人们的视线 这让刘洋感触颇深 四合院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的 一种组合建筑形式 四合院中的四指的是 东 南 西 北 四面 和就是指四面房屋围合在一起 整个四合院大多按照中国传统的习惯 采用对称的办法建筑而成 有四面房屋组合成一个 口字形的院博式住宅 四合院是北京最典型的民居样式 辽戴时已经出具规模 经过数百年的营建 从平面布局到内部结构 细部装修 都形成了特有的老北京风格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前 大部分北京人都住在四合院里 人们点滴的生活记忆 几乎都跟四合院有关 四合院蕴含了很多北京人 所独有的自豪和情感 而家家户户门前必有的门堆 也默默地保留下了一份独特的记忆 如今随着城市建设不断推进 虽然北京城里还保存着一些 富有特色的老胡同和四合院 但更多普通的四合院 已经逐渐被高楼大厦所代替 门堆也慢慢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老北京种种的生活场景 难道将伴随着记忆渐渐远去吗 为了掌握北京城里 现有门堆的第一手资料 当时只有21岁的刘洋 开始在小胡同里遍寻门堆的踪迹 渐渐的对门堆有了一些深入的了解 门堆严格上叫门诊石 那么最早的时候出现的时候 最早一般来说我们现在可能能查到的 都是出现在墓地里面的这个灵门的门上 在顶门的那个门上 尤其上陕西城博物馆 或者是这个西安的这个碑林 都有一些汉唐时期的早期的墓葬里面 都出现过这种门堆 那么在北京之后 北京大多数门堆是大门 或者二道门 或者垂花门出现这个门堆 那么一般情况下 主要它的更大的作用 还是在于它对这门轴的作用 而不是说像现在的成一装饰品 那么历史上有门堆 就是因为有了门才有了门堆 门堆其实是一个相当实用的装置 它被放在木门底部 起到支撑门框和门轴的作用 有了它 即便是老人或者孩子 都可以轻松地推动沉重的木门 在传统的老北京四合院中 几道大门上必有门堆 为了寻找现存的门堆 刘洋用了将近三年时间 跑遍了老北京城的大小胡同 当时还是胶片时代 那么我当时主要是以胶片为主 四九城尤其是北城几乎走遍了 那么拍了 当时照片如果按卷算的话 大概是120到130卷 每卷30多张 30多张你保证 大概有30张 因为每卷可能有一两张 三四张肯定有些照得不好 那么120乘以 那就是120乘以30 那大概是3600张吧 4000张 三四千张吧 通过这次考察 刘洋真正感受到了门堆的魅力 最初门堆只是一个单纯实用的装置 不知是谁 是从何时开始 在门堆上雕刻出了第一道 用来装饰的线条 有人为了使门堆更加引人注目 把它做得更高些 慢慢的 向上延伸的部分和下面的界线逐渐分明 上部成了箱形 好像古时候书生用的书箱 下部好像放箱子的台子 由此产生了方箱形门堆 后来 有人试着在门诊室上 刻了一个通报来客的鼓 又有人在鼓下叼出莲花 形成了报骨形门堆 因为样子很漂亮 所以很多人跟着模仿 这也许正是当时的一种时尚 也有一些形状少见的门堆 比如八角形 葫芦 或许可以看出主人不追赶潮流 特立独行的个性 门堆并非起源于北京 也不是北京所独有的 但在明清时期 随着北京真正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这里的门堆也逐渐形成了 与其他地区不同的鲜明特色 那么如果能回到等级时代 森严的清朝的时候 那么像麒麟 这种狮子 这种有一定 意义的一种 祥瑞的东西 一般来说 老百姓或者凡人 是不能使用的 那么像安徽 山西的话 山西那么 它的门堆的意义更多的是 多子多福 长永百岁 家里家族如何如何 如何如何 就在资金 或者是在钱上面 可能更多的一种表现 而北京方面有的时候 以求既是一些文工大臣 那么它更多的一种寓意 就取求的是一种 连生三级 或者是平生三级 更多的是体现出一种 官场的一种表现 作为门前迎接客人的第一道风景 人们想方设法 美化门堆 以体现自己的身份和品位 于是生活当中 所涉及到的 关于事业 关于爱情 关于家庭的种种美好愿望 被巧妙地构思成各种花文 出现在门堆上 对自己未来前程 有一些有兴趣的 猴子 蜜蜂 这是一个马蜂窝 其他的谐音 风 猴 挂 印 画了一个蝴蝶 一个西瓜 瓜蝶连绵 它这个瓜蝶其实是子孙的意思 比如说现在想当官的 那平生三级就合适 很简单 一个屏障 差三个级 这个级是古代一种兵器 但是它谐音 平生三级 大家族 也不求什么呢 就求全家族平安 看着九十同居 或者是五十同居 发五个狮子 大狮子还踏小狮子 不断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也有很多的寓意 可能每天从家出门 或者每天走到胡同里 看到每个不同的门堆 不同的寓意 对自己是一个 实际上是一个五千年来文化的 一种熏陶 一天看九十同居 就想到 是不是我应该要善待老人 或者应该要 善养子女 或者善养老人 像这个 有些平生三级 可能鼓励一些人 好好工作 管一些事业 所以如果这个门堆 在个胡同里面 不同的门堆 保存非常完好 而且代表不同的寓意 你走开 实际上是对中国 五千年来文化的一种 一种洗礼 或者一种熏陶 当我们今天看到这些门堆 仿佛走进了 当时主人的生活 门堆上 丢着两朵病地的莲花 主人一定是一对 恩爱的夫妻 一只喜鹊 站在梅花之头 不知主人遇到了什么喜事 喜上梅梢 这家的主人 也许遇到了困难 在门堆上 叼上三只羊 寓意三羊开泰 匹吉泰来 中国几千年传承的 伦理观念 神话故事 美好期盼 都能形象生动地 再现于这小小的门堆上 令人回味 而要在不大的门堆上 按照主人的意愿 雕刻出这些精美的花纹 工匠们的技术 也经受了很大的考验 以前问过一个老人 雕刻的时候老人 他说他小的时候就是这样 他三年学徒 那么这三年时间是进行学习 那么学徒完之后 如何验证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是否学成了 或者是有什么水平 基本上来说是雕诗的 或者雕门堆 那么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雕成了 基本上会验证的 就像考试一样 因为门堆的话 它规模小 可能需要的这个时间 或者需要的这个手皮 可能就越精 所以当时的一些雕刻 这个实践 基本上是从雕刻 门堆 或者是雕刻 门堆里 某些图案开始的 它的一辈子的这种雕刻 生涯 渐渐的 原本只是实用的门堆 发展成为一种 中国独有的 石刻艺术品 在对实地考察拍摄的 几千张照片 进行深入研究之后 刘洋发现了一个 有趣的现象 从今天的北京地图来看 二环路以内的整个区域 是一个突四形轮廓 这种城市格局 形成于明城 明北京城 是在原大都的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 当时的统治者 为了战争防御的需要 想要在原大都城的外围 再建一个城 可是由于精力和财力的原因 北面没有建完 只建了南面 北京城的歌曲 由此以前三门大街为界 分为了内城和外城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北城和南城 今天我们看到的 前三门大街 是一条贯穿京城东西的 交通干道 三门 自东向西 指的是重文门 正阳门和宣武门 在历史上 这三座城门 曾是进出京城的交通要道 尤其是宣武门外的蔡市口 从南方各省来的人 进入北京内城 都要经过这里 而当时的交通要道 与今天的道路 并不完全重合 在蔡市口的东南方不远处 一条不起眼的小胡同 正随着城市改造的需要 进行拆迁 也许不会有人想到 几百年前 这里曾是京城里的繁华要道 因为原来蔡市口是个钉子街 那么从宣武门过来之后 到蔡市口之后就没有路了 它必须要拐一下 从旁边这条街走 所以这条街当时在历史上 很多商户 很多旅馆 很多很多的商业 因为它人流量比较大 所以这条街 包括这个胡同 当时是很繁华了 这种级别跟现在的 西单都有一拼 但是随着交通 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 那么这个钉子路口打通 那么之后这条胡同 自然就荒废了 就变成一个很普通的一个 在这条即将消失的胡同里 我们见到了这个 颇能体现南城特色的蛮堆 你看它的一个小巧玲珑 而且图案不像北城那样 多动物或者多一些狮子 麒麟之类的 它就是很简单的祥云图案 但是它也套着义务 这个主人对它这个门堆 和对家族的一个期盼 比如说牛啦 祥云都主要是吉祥 特简单 鱼鱼特别简单 家里吉祥我吉祥 然后全家人吉祥就可以 它不像北城 一定都象征着当鸡 相当的威严 北城与南城 其实只隔着一条前三门大街 可是在门堆上 就体现出了如此大的差异 而这种差异 正是一段历史的极好见证 那么到了清朝的时候 因为当时清朝满足人住在北城 它把北城里的汉人 全都驱逐了南城 所以当时造成了一个 北城和南城的一个贫富差距的拉大 但是南城里边汉人比较多 它社会融入的文化比较丰富 所以南城的这个文化 就比北城要先的丰富一些 比如它的戏曲文化 它的汇馆文化 还有它的一些这个 当时的一些商业文化 都幼于北城 到了民国之后呢 这种差距就越来越缩小了 无随了 系数目前北京城保存下来的老门堆 基本都是明清以后的 而在明清之前 北京还曾作为金中都 元大都 真正建成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是什么原因 让老北京的门堆 缺失了明清之前的记忆呢 那么元朝之前 北京还不能成为 一个完整的都城 那么当时 只是一个地方性政府 或者是一个地方郡县 到金中都的时候 也是个中都 而在这里 兴建起元大都的元朝统治者 为了维护自身特权 对百姓采取了 较为严厉的极端压迫政策 社会矛盾十分尖锐 当元朝灭亡后 百姓为了发泄 对元朝暴政的不满之情 砸毁了大部分 带有元朝特征的建筑 为此 作为元代帝都的北京 保存至今的 元代特色建筑构建 却非常少 在北京市东城区 国字间接的 一个看似普通的四合院里 恰好收藏着一对 非常珍贵的元代门堆 普通民居的门堆上 雕刻的图案 大多是祈福之一 但这对门堆上 雕刻的图案 却有着不同的含义 其中一幅湖人驯兽图 雕刻的是 北方游牧民族 驯服野兽的场景 一名少数民族男子 手里拿着铁链 绑着一头 形似麒麟的野兽 而另一幅 武士映寿图 雕刻的则是 少数民族男子 在给这头野兽喂水 武士和野兽 造型特点鲜明 启动的寓意 耐人学位 元朝的统治者 统治了中原 拿着大铁链 大铁链 手里拿着大鞭子 把我们的麒麟给征服了 是吧 把你征服了 但是征服了 他们也想元朝 就长久吧 所以他不能永远的 去拿鞭子抽搭你 他一定要给你怀柔政策 怀柔 因为吃的 有景台 有景神 给你喂水 有那个石盆 来给你喂食 这幅画 专家来考证 这对罕见的门堆 和他所在的 这个极具老北京特色的 四合院 都是李松堂的私人收藏 李松堂从小在四合院长大 在他七岁那年 他们所在的胡同 按规划开始拆迁 邻居家门口的 一对被砸碎的门堆 让年幼的李松堂 哭着跑回了家 别人可能看到这种场面 私空间惯了 都是这样 拆掉了嘛 垃圾嘛 但是我小嘛 我对门堆有感情嘛 尤其 邻居家的门堆 我老在藏着那家去玩 在李松堂一再的要求下 父亲最终同意 为他留下了家里的一对小门堆 小孩门的小门堆 后来就被留下来了 我就特别高兴 其实是 现在回想起来 无意当中就是我七岁的 第一个门堆的收藏了 从收藏小门堆开始 李松堂已经走过了 长达半个世纪的收藏之路 他的收藏并不止限于门堆 走进这座充满了浓郁的 老北京风情的四合院 门后的石刻门神 二院门上的垂花木刻 传统的五色彩绘 屋檐下的溜金雕花 院角的石刻鱼缸 这些都是四合院的构成元素 组成了一个极具特色的 民间雕刻博物馆 四合院的建筑构建 如此之多 有大有小 可以说 每一样都是精雕系统 也如同门堆一样 蕴含着美好的寓意 但在李松堂的收藏之中 要说数量最多的 还是要说各式各样的门堆 这其中 除了李松堂从小 对于门堆的深厚感情之外 也许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 因为它门堆在门里头 风吹雨打 一般来也晒不着 所以它的保存下的 这个价值和它的这个 精美程度和完好程度 要高于专雕 或者是其他游戏隐蔽那样的 裸露在外面的地方 门堆的话 它实质 尤其实质的保存时间也比较长 另外也便于这个收藏和展示 但是如果门堆离开了原址 离开了大门 又会对研究整个地区的历史文化 带来一定的困难 为此刘洋又觉得有些遗憾 当时我唯一的遗憾 就并没有按街或者是按向 那么系统上走 我只是按着门堆 跑门堆拍几种照片 不好了什么都没有拍 那么如果调整人许的情况下 今后应该是以街为单位 或者是以区域为单位 系统的完整的把这个地区拍出下来 因为有的时候 可能一个门堆 能决定一个门的文化 但几个门和几个门堆的话 可能决定是一片 或者一个街区的文化 如果调整人许的情况下 最好门堆跟门 甚至一个区域地区 可以完整的保留下来 这样的话对研究 可能会有更深入的研究空间 刘洋准备利用业余时间 再把北京城里的门堆 系统详细的记录一遍 让小小的门堆上 所承载的独特记忆 能够继续保留下去 24岁的何飞浩 是旅游管理专业的研究生 他利用业余时间 在松唐博物馆当义务讲解员 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这天 北京工业大学的几名学生 听完讲解之后 希望何飞浩 能帮他们 正在做的一份调查问卷 出些题目 何飞浩想到的第一个题目 就是关于门堆 他介绍说 在汉代 门堆又被称为门党 意思是挡住小鬼和邪气 不要进来 而门上面 这种叫门簪的建筑构建 又被称为户队 因为他们总是成队出现 门堆和门簪加在一起 就是门当户队的本意 门当户队这个词的话 可能一般咱们现在一说到 就是男女要结婚了 有些父母一说 去给我找一个门当户队的庆舰 一般都说 但是要真正说 这个门当跟户队是指哪个 可能不大部分年轻人都会说 不知道 但是当你就是说 查完历史点击以后 再一看这门当户队 原来是这个样子 都是能看得见摸得着的 其实是门当户队 有了这些被保存下来的食物 使历史和文化成为一种 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并且如此生动有趣 这个实际是正是我们目前社会 目前的状态下 需要让老百姓知道的东西 因为老百姓要有潜入身 我们让他从故事讲起 从屏中去建起 从小中去建大 这才是我们去做 推广普及的一个方法 如果我们上来就说 这个是元带的 这个是高多少宽多少 这个是什么质地的 我们说这几句话有什么用 老百姓知道什么 老百姓永远跟我们保持距离 随着城市的发展变化 那些充满着浓浓 老北京风情的四合院 不可能原原本本的 全部保留下来 虽然随着传统大门的消失 门堆也渐渐失去了 他最初所承担的实际作用 但如今 他又转而肩负起 另外一种更为重要的作用 那就是作为现在和将来 人们能够看得见 摸得着的历史 将那段记忆一直传承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